嗯 嗯 你先来 问他先来 你叫4个就追呢 追追追他先 多个人问他 傻子 你应该有人多的嘛,这个不怕,这个也有人多的嘛 我刚才你不看到,告诉他不用拼钱的,我说有钱的 那我刚才你告诉他,你也听到啦 他说我拿刀,我说你干什么要拼钱的 你还在里面呢? 你还在里面呢? 我说有煎蛋,我说有煎蛋 六十块,下午茶的时候,晚饭,晚饭的时候,总是六十块 不用了,你 在这里坐得舒服一些嘛,晚饭好一些 对呀,晚到后面坐嘞 这后面有煤车 有茶喝 这是功课吗? 不是,他吗? 不是,不是爱好 那你也别跑了 这就是 Somewhere 太好吃了 人现在真的,真的地不来,怎么要这么跑回来 什么呢? 早早,早上就上来吧 对啊 这是好吃的 嗯 钟 鱼 硬坐也有 我们是岁数大了 不想你坐八九个小时 时间太长 高铁太累了 我坐过一次 哇屁股都炸了 但是最终 我们这个绿皮车 肯定是被淘汰的 其实这个也不是绿皮 这是当年的白皮 这个是当年的蓝皮车 对面是白皮车 是吗 改头装了 全刷上绿的了 原本都是白的 蓝的 还有红的 后来慢慢改了 全是绿皮车 在我们印象当中 这部车就是绿皮车 绿皮车最早是 没红条的那种 那个车早已经淘汰光了 现在都是新车 强行刷绿 这也不行 这以后慢慢也会淘汰 这些车差不多老的一批 已经到报废年龄了 新的对面类还稍微新一点 685 674 但动车说实话价格太高 不可能永远普及的 可能铁路总公司 肯定是出一个廉价的方案 去替换到这些老型车型 这是迭代吧 没办法的事情 就这个软卷都要比高铁便宜 便宜 便宜 便宜100多200块钱 是啊 我不论去北京 还去哪里 我只做软卷 不做动车高铁 是吧 没必要 你怎么着都是浪费100天 你睡一觉 我觉得还舒服点 我们那边他们孩子都是 监狱也不做这个 我说我没什么急事 我睡吧 睡觉都好 他们都在笑 主要有的人可能在火车上睡不着 住不住了 时间太长了 是啊 主要有的人在火车上睡不着 那个就比较难受了 我们不存在 我也不存在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火车都坐的 那是真坐呀 那是那时候厉害 这都算难了 这都跑到外国 马上年底动机上线了 跑金户 算是替换掉 那个25K和25T的车型 新车型 说是内饰优化改造过 舒适度会更好一些 速度还是一样 160 160就直达一样 就跟刚刚对面那个车 是一样的